之前不久,国家南兰08黄金一代,举行了一次燃动十年的相聚活动。 我们看到了很多当年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那只南兰的所有成员,包括已经是大郡,里南这样的老队员也是应邀参加,他们都是当年中国篮球的中流砥柱,他们一起为中国南兰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历史。 可是在队伍中的一个人却让球迷惋惜不已,那就是县院广东宏远的助理教练陈江华了。 这位曾经被遇为中国艾福森,德华在现年才28岁,因为饱受伤病的困扰,经济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退役。 早在2006年陈江华的名字,已经是小测大江南卫了,甚至还登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。 但是的美国媒体,陈江华暂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的控球后卫,也被称为最有希望登陆NBA的中国后卫。 而沈阳早期陈江华的故事,也是按照剧本在走,国欣队核心,国欧队核心,甚至在一场职业联赛都没打的情况,下辈时任主帅尤纳斯直接找入了国家队,成为了参加2006年南篮市锦赛的议员。 他的控球和速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其次的第一步可以直接摆脱防守球员,当初所有球迷都认为这就是下一个为姚明穿球的人。 当然了,梦想永远都是很美好的,现在两人都已经不再是职业篮球运动员了,不过还在不同的岗位,尚位中国篮球处立,在市锦赛中后陈江华如愿的加盟了。 他的家乡球队,广东宏远俱乐部,那时候的广东队拥有李群,王世鹏,朱邦宇,杜峰已经快速成长第一线连,他们已经为广东队打下了第一个三连冠,不过陈江华的加盟让广东队管理人相当的兴奋。 在李群的指导下,陈江华第二个赛季就成为了球队的助力空位,在比赛中他说的突破和快速反击让人印象深刻。 经常在比赛上也包括,在08奥运上晃开科比后上篮得分,更是让人,看到了这位年轻的球员的天赋。 那一年陈江华只有18岁,不过他过于沾球和过分沉迷单打,也是保守球迷够变。 在CBA的09到10赛季,陈江华遭遇了他职业生涯最重大的伤病,他手腕的伤势让他不得不学习整个赛季的比赛。 伤欲付出的华仔状态已经大不如前,加上刘小宇的强势崛起,广东队的后卫线上储备充足,陈江华已经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个了。 因为伤病的原因,华仔的爆发力已经大不如前,你很难再看到,他在场上一突三的场面,就更不用说报口了。 不过陈江华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入选那轮多奥运会的12人大名单,并且邓华得给陈江华赋予了更多的责任。 很可惜那一届奥运会中国的五战全败,那一次奥运会,也是华仔最后一次巅峰了。 回到广东队的陈江华,很难再回到受伤之前的状态,随着王室鹏和朱邦云相写退役。 在16-17赛季总决赛结束以后,华仔也正式宣布退,即那个传说中的世界级后卫始终没有兑现,不过华仔对于篮球的坚守和执着,值得所有人敬佩。 华仔遭遇重大伤病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和他的打法有关的,冲击力极强的打法虽然很有杀伤力,但是对身体的消耗却更大。 现在广东队的当家扣累赵瑞的打法和华仔就是相类似的,不过赵瑞的速度还没能赶上华仔。 上个赛季赵瑞就曾经因为上病缺席过两个月的比赛,这个赛季广东可能要更加注重对于赵瑞的保护。 毕竟赵瑞可是广东对未来的电队核心,不能再让他重走华仔的老路了。